念佛感应录,七,二念佛遇病,六,单纯念佛弥陀慈父来探病。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。 佛臣居士的老妈妈,今年八十六岁,鼻子上长一颗小肉柳。 家人已准备让她到医院做切除手术。 手术前,为了照顾妈妈,佛臣接她到新加坡家里小住。 由于新加坡净土宗念佛会道风就是专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, 莫有太多的规矩,不需要打坐,不需要驻海清等等。 佛臣想道,这种方式最适合老人家,就把妈妈带来念佛会参与念佛共修。 第一次见到老妈妈的时候,鼻子的肉流是红肉色,显而易现。 我们就鼓励老妈妈只管念佛,其他就交给阿弥陀佛大慈父安排。 这样简单轻松的共修方式,让老妈妈感到很安心,很发喜。 连续几个星期的共修,甚至立月的佛仪念佛,她都全程参加。 后来发现肉流从红肉色变成黑色,动手术前几天,小肉流自动就掉下来了。 老妈妈看到这样的结果很高兴,也对阿弥陀佛的佛力感到不可思议。 本来佛臣打算将手术取消,毕竟看起来莫有大碍了,但是其他没有学佛的兄弟姐妹不肯,医生也不愿意。 所以最后还是让老妈妈进入手术室。 手术只在鼻子上部分麻醉,老妈妈在手术过程还是清醒的。 手术后,她说,刚才在手术的七八个小时,我看到阿弥陀佛在我的额头上面来看我了,她手上还拿住一朵莲花佛臣以为老妈妈看错,但老妈妈说,是真的阿弥陀佛了。 只是怎么佛有点驼背。 佛臣一想,这不是念佛会供奉的那尊阿弥陀佛吗? 阿弥陀佛微微弯腰垂手下来,不是驼背,这是善导大师解释阿弥陀佛举足旧迷,利挫极形的形象,弯腰垂手,表救度众生,一般人看会觉得佛是驼背。 老妈妈不懂教理,所以不知道这是救度香,不是驼背像。 而且,老妈妈还说,怎么阿弥陀佛默有换衣服,什么叫默有换衣服呢? 老妈妈说,来看我的阿弥陀佛是穿橘色的袈裟,所以阿弥陀佛都默换衣服听到这里,大家都笑成了一团。 因为老妈妈看到念佛会的阿弥陀佛是橘色的,所以说为什么阿弥陀佛来手术房看她时也没有换衣服? 这就是老妈妈的单纯念佛。 记得第一次见到老妈妈念佛时,她念术也不会用,一般人念一声佛号或机声佛号才播一颗术,但是她是念一字播一颗术。 有时还会问,我手酸了,可不可以放下来,就这种单纯的心,欲能得到佛的护念。 不是佛偏心,而是其单纯靠佛的心最能与佛感应道交。 老妈妈现在已全欲恢复了,虽然无端端挨了一刀,但是如果没有进入手术室,老妈妈也莫有机会陷到阿弥陀佛来安慰她。 所以说,念佛人一切都因弥陀慈父互念而得最圆满的结果。 佛臣口述试境本记录2017年10月28日。